我用OBS聽到 不是 但他現在這個還寫直播中 直播的 他延遲了 哦 延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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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弄一張水魚下去 中間Pone 7的時候 不是 隨意弄一張Flip 頂住 是 好 有了 Part 2了 有 好了 回來Part 2了 繼續 8月8日 308集 90分鐘球迷世界 喂 現在很流行的 那些直播 所有的Q&L都 麻煩大家幫忙 Like一下 Share一下 還有 手指弓 還有 Like一下 Share一下 有機會課金一下 課金一下 課金一下 都要一些成本 我們做事都 努力了 剛才說歐冠 差點忘記了 因為我們招點 擺在巴塞和南布里那場 其實還有一場 不過那一場 是壞人 怎麼會不記得呢 記得 那一場 因為我講個笑話 你聽一下 我上個星期 還是前個星期 另一個節目 我突然間 腦袋忘記了 就以為 八人是進了級 就說八人已經進了八強 其實中了一次 還沒打 今晚 同樣時間都是三點上演 不過 你不是覺得超豪市有機會翻盤嗎 沒有了 沒有了 尤其是你也看到了 雙兵和停賽的名單 差不多可以組成整隊主力陣容出來 不是 我覺得這個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問題就是 實力的差距 或者發揮的程度 你如果看回 八人摩尼克 起碼在停賽之後回來 是打得相當好 而且車路士反過來 不是說他完全打得不好 但問題是 你看到上星期 捉總盃那一場 你會感覺到 車路士之前 其實是拼得太盡 因為其實呢 今年大家都知道環境不同了 你停賽之後回來 那些財情是密得很緊要的 你還要想一下車路士去打足總盃呢 你想想三天至四天之間 不夠三天打一場 還要有部分球員 那些可能經過一個停了之後 始終兩個月 那你變成狀態 所有很多事情 體能的儲備 很多方面都不足 你看到那些傷患 好像那天 中共佩斯比股大也好 佩利錫也好 那些全部都是自己拉傷的 那你變成 告訴你 其實就是球員的體能 或者肌肉疲勞 其實你其實在說 我想應該是他們 職業生涯 季尾那一輪 是連續最長時間 一週雙賽的時期 你想想 就算你說英超有快車檔期 其實那一陣子 哪會有季尾那一輪那麼密 但是現在在說體能儲備 我很記得兩三晚前 我看了一場就是歐巴的 巴蘇利對范克福 因為巴蘇利瑞士聯賽 他們剛剛停了無奈 剛剛早幾兩打 是的 法蘭克福就相反他們 對上一場就是六月二十七日 我沒有記憶 就是兩個月 一個多月 我真的很有興趣 因為大家都知道 法蘭克福就 他們要追落後 即是那一場他們要追回三球一差 他的狀況不是跟車浩士一樣 所以第一回是0比3 是的 我就是看到法蘭克福的進攻 和球員的速率 踢下來或者是一個球感 肥叔 你也經常說法蘭克福 今年高斯迪很重要 但是你很明顯看到 那天的高斯迪狀態 當然不是只有他的 但是大部分法蘭克福的球員 踢下來是得心不應腳 所以最後其實進攻是很多沙蛇 正正因為攤得太冷 所以就影響了他們對球員的戰鬥能力 我不是說八日無尼克今晚就會攤得太冷 被車浩士反吸 我只是提出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八日無尼克 某程度上 幸好是因為他們首回合 沒有三球的優勢 就算這個回合只要小心一點 不要完全走光 或者很不小心地被車浩士追回 否則的話其實拿這場來做熱身 帶到他八強 他的狀態希望就慢慢挑戰 但是有一件事 你要看八日無尼克 整個狀態 或者球員流放的處理 是做得很好 這件事如果你要比較兩個領隊 弗力克和林帕特 我始終覺得弗力克是老練很多 你會看到 八日無尼克之前 就算在聯賽 重開停擺完 在某程度上 他也要打 只有一個盃 他也要打 但你會看到 他也懂得什麼叫流放 老實說 有時候有些比賽 你都明知道差不多就到手了 而且在主場 有時候實力差太大 他在某些場次或者某些位置 都會讓球員休息 八日無尼克也會這樣做 我記得最後的周 應該對和夫斯堡 某些球員也有些休息 他就明白到要讓球員休息 要讓球員更新的後備練兵 讓後備上來練兵 這件事要做得好 就是要給少許希望 這些後備球員 我隨時有機會讓你上去 或者球員受傷的時候 我就用你做這個位置 你作為教練 你不可以獨孤一尾 李雲杜夫斯基 打到尾都要李雲杜夫斯基 你打到湯米斯·梅娜 你打來打到湯米斯·梅娜 你有一場球 譬如其中一場球 我記得 紐瓦也打後備 你也要讓後備球員踢一下 讓那些正選球員休息一下 有時候不是 大家不要記錯 有時候不是那個體能 就是腳真的要休息 或者是體能 是精神 你要休息一下 你也要坐一下 讓你坐一下 做一下觀眾 你休息一下 跟隊友坐在上面 看看後備球員怎麼打 還有另一種推動力 我真的覺得 霍利克這件事是正確的 喂 那個年輕人也有些了道 喂 大哥 我是湯米斯·梅娜 這個年輕人也有點威脅 喂 你也對 有時候你也不可以 你是不是可以打正選 大哥 我交六、七成給你就可以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 我不是說林帕特 不懂得用今年 其實我都要讚他 他真的要 有時候給一些新的年輕球 好像 薇薩孟 那樣 蒙治也會給他機會 或者其他人 但問題是 有一件事 車路士做得不好 我覺得流放 還有當然 在整隊的架構上 始終有一件事 車路士的後場 是真的不穩 這個是無可否認 你看基斯丁臣 和蘇馬 只是擺放的 只是要來 說得難聽一點 我不是誒毀他 但問題的布置 你要靠… 因為現在車路士的問題 整體的防守能力 是不強的 所以經常要靠單防能力 單防能力是差的 車路士有中後場的防守體系 還有最關鍵的一件事 我不知道你認不認同 簡迪的Fayout 經常擺放後備 甚至不重用 這個是致命傷 我不知道簡迪是否 一邊有些 凹凹凹凹的傷患 否則丁說沒有理由 使用率這麼低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他今年狀態下跌了 現在甚至說 其實簡迪是可以賣的 即是你球會出價 六七千萬 他又可以賣的 想不到一年 你想想一年前 我們還說簡迪是很舉足輕重 一年後 其實也不是一年前 這幾年根本簡迪是舉足輕重 是不好劃決的 你想想當年李斯達成 都是因為他 其中一個原因 是大將 很有功勞 他是其中一個 不過當然 拜茂尼克和車路士 很難一起做比較 因為始終車路士 是構建緊的一輛戰車 拜茂尼克已經有一個平台 那些球員也是很老年 合作經驗 尤其是中前場的運轉 所以很難現在這一刻做比較 即是實力的差距 你看看首回合就知道 完全是無法掌握 當然這個回合 其實說真的 我想你問10個 即是有9.9都不會說 不是 我知道有聽眾說 簡歷經常傷 據說他傷 但他傷了很久了 為甚麼傷了很久 但經常都放在後備席 對不對 我就是覺得 會不會是林帕特 不是很好 其實不是 我就是覺得 所以我想引出一個問題 就是 其實你看看車路士 現在的所謂傷 但有些球員要放在後備 甚至上個星期 祝總會 完全沒有消息說韋利安傷 究竟韋利安是否因為 他有傳聞 他談到數 去阿仙奴 然後他連後備也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 很多時候報告就說有傷 但又不像 如果我就想問 你說他有傷 為甚麼你放在後備席 即是有時候很奇怪 我又覺得 為甚麼我後備名單 要放在受傷的球員 我不會用的 是不合理的 我寧願把預備組的 跑得先 我下場 起碼他 可以用得 所以我究竟是否覺得 本身有一些消息 譬如說韋利安這件事 好像上個星期 中共杯 其實或者簡迪 是他之前有傷 可能是 但後期是 究竟是否其實 他和林帕特的關係 已經去到 或者教員團隊 有關係已經去到盡頭 真的不知道 這樣就很關鍵 我覺得有這些機會 是 因為 其實這段期間 車道士的祖軍 買就買了 兩三個球員 但是離隊 也開始密謀 在部署 好像 會有一段小牌 可能今晚 你看到機拍就很明顯 機拍已經是 林帕特說得明 是不用他 應該是 寧願出卡比拿路 也不用他 所以今晚 我想那些用人 都可以猜到一些端藝 我想就算車道士球迷 都不會對今晚晉級 很有寄望 但可能寧願出一些 年輕拳 或者敢拼敢搶的球員 我想這個回合 大家和你說時間 不會寄望是晉級 但起碼就是林帕特 要做一個他自己的考牌 究竟我 先不要理0比3 這個問題 我當下我的第二回合 做一下對8人的時候 我應該是怎樣打 這場的賽果 這90分鐘 是重要的 問題是 我贏了一場 哪怕這場 0比0和 或者我贏了一場 我都對自己有交代 或者對球隊有交代 即輸了一回合 目標就是 贏一次回合 或者不要輸給你 這樣已經是 對於車道士投迷 有交差 所以今晚 說真的 我想很多球員都出不了 有一點 如果白人無尼克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進黑 白人無尼克 其實整體 講一點 因為我們都沒有講到 之前的講 其實白人不代表 他的馬人完全正確 你留意一下 白人是一支很奇怪的球隊 反而越貴買的 是越不行的 你有發覺嗎 新來 新來 剛剛宣布 將來就會加盟 但是你想想 今年 如果你計算 真的是 勞卡斯和迪斯 其實 我又覺得 不值得這麼多錢 那時候 季初 當然 今年 霍利克 還沒有做 做主教練 所以 這個夏天 他跟高層 教練 跟管理層 又如何 談些球員 又是很有趣的 不是啊 你現在留意一下 你白人 現在就自己打自己兩巴 不過 戴維斯 這樣打起了 現在左路 你哪個動搖的位置 阿拉巴克 都扔不回左邊 那 那 現在 你現在想想 所以 白人無尼克 你覺得哪個位置要加強 不是 我自己這樣看 如果你問我 白人無尼克 現在這隊球隊 還是不足 真的是那個中路防守 中路防守 始終 蘇利還可以 但是蘇利已經 透過幾個月 但問題就是 借美保定的位置 你不可以 覺得他還可以繼續下去 就是 一年就打一年 再加上 其實廢力很厲害 他的狀態好很多 要不然你看回 早兩屆的狀態和經濟水平 老實說 真的會失敗 要不然他當然 阿拉巴 季中可能已經挺不住 是的 其實已經比相中好很多 Steven Wong 補充 之前的道理數 也是太貴 道理數 他不是不好 但是 道理數 我又覺得他不適合 現在的八人道 再加上 他又是 還有 二十幾個 不知道是那麼適合 八字不適合嗎 你看看法國兵也有問題 除了聶貝利走 之後 幾個法國兵 有很多人踢 高文也是 是 是 柏達 其他 你看看 黑暗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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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太對 因為 其實最慘的是 他買黑暗迪斯和帕華達的時候 我相信當時買未必是錯的 但問題就是三四後防轉換 其實他們倆是最適合的 但問題就是 你現在扮演的陣勢 不是三後衛 所以打完純正四人房子 是的 打純正四人房子 最慘的是 他們倆又不是正式的中堅 嚴格上來講 他兩個 你講帕華達和盧卡斯 黑暗迪斯 有一個共通點 又可以打中堅 又可以嚇吓打 所以不是三四後防轉換 他發隊這樣打 想法呢 你就知道他為何想找 這麼多功能的後防球員來填一下 因為其實 艾風、塑達維斯 都是半途出家 本身都是逆風底 但是改造了後一格 原來都沒用 然後艾拿巴本身 一個左閘又不夠 右閘 金美智利又把他解放了 捧了上去中場 所以其實 這兩個收購 其實抖回來 是不錯的 我想 特別是帕華達 帕華達是不錯的 帕華達是對的 剛才你說的 有些貴價收購 善賣八字是不太合格的 反而免費的 有些哥利斯卡 那些就好用 是的 我一直都說 拜仁 你留意一下 歷史上 拜仁未必是貴買一定是對的 是的 那你當年 好像當年 掌握角師過來也是 是嗎 很可愛的 拜仁這些東西很可愛 好像貴的東西不適合他 是的 有時候是這樣 沒辦法 有個球迷問 想問肥蘇 車仔中堅有甚麼選擇 有 如果現在說開又說 車律師前場就已經買了幾個球員 甚至有個人選就是夏域斯 夏域斯現在在談 趕數 就說分期 但後防線呢 我自己覺得有幾個人選 一定是對的 尤其是如果你花錢的話 烏柏美簡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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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的 近期他好像是逐了約 不過當然 逐約不是不代表不賣 逐約是甚麼意思 你要多付錢 你還熟了他 代表球會是知道危險 天武雲拿就逐了約 不是人買 是的 所以不代表逐約就一定不賣 或者跟球會鎖定將來的事情 不是這樣的 有時候 這個不擔心 逐不逐約的問題 只不過你要多付錢 來熟走 但是烏柏美簡奴 其實在很多球迷家 或者英超方面 都很早就說 這傢伙當然是看英超材料 你看他又有身形 又頂球 而且他又有速度 而且他的腳下球 車號士如果真的要找一個核心 加一甲、魯迪加 我覺得這個人選是最好的 而且如果你說 你現在留意車號士的圖案 現在你留意到 他很多是在德甲兵 他自己跟著林柏特 找回一些自己的提升上來的 青年軍或者英人 其實如果以語言、甲檔等方面 和德甲兵來說 我個人覺得 德甲在頂級水平 即那批職業數目是可以的 以及適應歐陸 或者歐聯也好 適應英超 其實問題都不大 我很興趣 看看他調教防守的體系是怎樣 因為我記得和萬聯的個案 我自己會形容為 有些相似或有些大同小異 就是 季初 剛剛這一年季初 就是買了兩個 就是重磅收購買了兩個 後防球員回來 就是說萬聯 但是其實 你會說好像息頭數字 數字上面是少了 但是我們不是說只看數據 我們都要看防守的表現 攻防 由手轉攻、由攻轉手 或者就是三線的聯繫 我就不覺得萬聯在防守的體系上 有什麼很大的改善 都是很多那些會失位 或者就是 平排的四人防線 那些棋位 都站錯了 或者就是個別球員 在互補上那樣東西不行 那麼車道市 我也覺得是有點相似的 就是 就算你 重金買了個別一兩個 很頂級的 防守球員回來 但是夾下去對球 和領隊對於防守 你覺得自己的素養和想法 又是另一回事 是的 所以剛才有球迷說 就是要 Jacky Cech三條一 就說要後防領導 我自己個人這樣說 如果你比較上 如果即食 講即食 古尼巴是好人選 但是問題 也有一件問題 就是 如果我拿得這麼貴的價錢 古尼巴你也不會便宜 這麼貴的價錢 但是你買了29歲的球員 我不會 我寧願買一個 還在上升 而且 烏帕美賈奴 其實成熟程度 這兩年是很大的 我覺得 真的 所以其實他 也有些能力 我覺得 這個球員 甚至你當 年輕得來 但是他也有些 能力 做後防線的領軍人物 我覺得 古尼巴尼 存了很久 古尼巴尼 太久了 而且現在的價格太高了 我覺得 你這樣的年紀 你打三、四年 那你烏帕美金流 如果假設 理想的話 他打得好的話 他可能 好像泰利一樣 打十年八載 真的不敢說 價錢 相差七、八年 兩個年多 你說 能力各方面 烏帕美金流 是否相差 尼巴尼太高 我也不敢說 老實說 當然要驗證 他始終是 打得好水平 但是今年來說 很多時候 尤其是 下半季 大約二千年 2020年 其實奧班 是傷了很久 其實大部分 都是他背 我覺得 這件事 也驗證了 烏帕美金流 我覺得 除了奧班 又是傷了很久 烏帕美金流 本身未必找回來 這麼快 還有一件事 這件事 也要看看 林柏特團隊 是怎樣想的 如果你看到 RPL比錫 這幾年 無論不同的領隊 尤其是 就算 蘭力克也好 蘭高市民也好 甚至支持 哈山壓頭 也好 其實他們在三四 後衛的轉換是很多 有時打三後衛 有時打四後衛 有時打四後衛 變成烏帕美金流 你留意一下 他之前是夾誰 奧班和 加拿尼受傷 有時夾梅基里 有時夾高洛斯達文 他夾兩個閘位 打三後衛 你看看這個後防線 可塑性和夾檔 可塑性很高 說實際 這兩年 他的吸收 是吸收了很多 在後防衛的知識 至少是德格名稅 蘭力克 然後拿高市民 是新派的名稅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又覺得 如果為 但是價錢 又不是差很遠 我真的首選 一定烏法美簡奧 總之有很多人爭 有時釋勿以待 大家就 看看 還有一些留言 還有沒有 一些留言 史東斯 你靠害嗎 史東斯 如果可以 就不用 曼城現在危附 要預備想換 人氣我取 那你想一下曼城 你先不要來 你看曼城 花得少錢嗎 還有一個問題 曼城踢球 十場 九場半 都是壓著別人踢的 你打後防 也打不成 那就不行了 我真心覺得 有時有些球員 我不敢說 翌日會怎樣 小公司 可能真的太年輕 有時你只打一季半季 很行 然後突然又要去到 新的球會 或者新的陣式 可能你根本 你的能力未到 還有 大家都知道 哥德烏尼教的球 很講用球 其實我覺得 他根本連防守 他現在都搞不定 你現在如果可以 其實曼城 不用這幾年 買後衛 都花了三億 英鎊 是啊 反而有很多人選 講了幾個 我回應一下 林寬說 在傳鄧克和達高夫斯基 鄧克就白禮頓的中堅 達高夫斯基搬來 我就覺得鄧克的級數又不夠 達高夫斯基我挺喜歡他 其實他是好的 他在搬來的體系 他跟賓美爾 和賓美爾 很配合 或者之後季尾的旗運朗志 一個可能是標 一個可能是佈 包括他的位置 但是達高夫斯基 他個人的防守 那個級數和技量 我就挺體重的 我覺得他是很實實 很殺得 但是去到車路士 他又會不會做到 後防領袖的地位呢 因為你 其實現在傳人 有沒有記錯 我看新聞 都要五千萬英鎊 其實車仔 老實說 與其 剛才有球迷說 歐Eric 就說 尖美利斯 大問題是 不是 我覺得尖利燒都可以 大問題是 我反而覺得很實在的事 倒不如買一個好的龍門 如果你 假設你要機拍 機拍又不是 我覺得又不是一無可取的 那你要回去西甲的土壤 他可能都可以的 那中前列球隊 但問題是 你倒不如要個好的門像 譬如奧巴拉克 你不如先要他 即是你要加錢再加機拍 一個問題 你自己談戀 你起碼要一個穩陣的龍門 其實你想想 每一支成功的球隊 都會有一個軸心 尤其是 就算看車仔市最成功的電代 獅子 泰尼 林帕特 或者艾森 前面是 杜奧巴 是嗎 即是你起碼 你起碼有一個核心 整條中軸線 你起碼門像 如果你 老實說 如果你有一個穩健的門像 我根本不需要擔心 我不需要擔心 後防線 找一個半個 是可以的 而有可塑性高的 我覺得這個後防的重整 是很必須的 尤其是對於防線 整體能夠注入的信念 所以很重要的是 門像是多無知及 我覺得還是迫切過後防 還有大家要反過來 要考慮一下 其實車號士自己都有問題 為什麼古圖斯去了黃馬 現在又打得這麼好呢 問題就是 他打車仔的時候 都是落差的 尤其是最後兩年是比較差的 但問題是 究竟整隊團隊的後防 整個後防建立的問題 我覺得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他的不好的 我平心而順 林伯特整個後防線 在季初和現在比較 是好了 但仲有不足 我剛才說仲有不足 還有很多改善空間 是的 還有很多改善空間 是的 而且你說處理逆位 那又如何呢 逆位我們都沒有事 所以前面我覺得 撿得挺是正的 如果加上校律師的話 後防 中後場就 還有很多 你見其實 現在他們的組軍方針 行動是很迅速的 比起很多 英超其他 前年球會 B6其他那幾隊 車友試過 你現在只是罵 林伯普而已嗎 我不敢說 林伯普就罵給你 不是 我覺得林伯普 有時候 說了又說 我自己覺得林伯普 你不敢說錯了 因為現在的關鍵 未必是FSC不想賣 你現在有時候聽口氣 反過來 當然他也有他的問題 我覺得FSC有他的問題 但問題是 高普的態度 又覺得 我不對他們 已經不賣了 我又覺得 高普他們團隊的取態 還有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是不是 來季真的會這樣做 你看到 還有幾個年青球員 其實是 可能會多重用 接下來會重用 有哪些位 你是保護年青球員 你說居迪士 中司 是的 過兩三個 不用多的 貴尾出的 他之前 後來簽了約 那些 之前那些 聯賽杯 中司 其實都是試的 或者 尼高威廉斯 那些 是的 尼高威廉斯 中司 那些 當然他現在在討論一兩個 甚至在 如果聶浦最新的消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 他在討論一個巴西球員 其實是華斯高的 但是那些 會不會是 為未來而培育 我又覺得 其實聶浦是正確的 這個 trend 其實 其實 我真的 有一件事 我真的 我又拋回大家去思考 你是高普 前面三個 沙拉 費命路 文尼 沒有商務病的情況下 你覺得 你可以叫誰不聽 對吧 你想想想到這個問題 我自己也想過很多次 即是難動 還有你留意到 貴尾 我有某程度上覺得 你留意一下 他其實已經拿了完 去冠軍 如果正常領隊做法 已經沒有東西搶了 沒有勾冠 沒有足夠的 他真的可以不出沙拉 不出費命路 就這樣出奧力智 或者出其他幾個年輕人 男的托殺 但你留意一下 長一長都是要出三個 或者後備 怎樣都要給點時間 因為其實這個問題 就是 就告訴大家 其實現在這三個 福禄獸 你是很難能動 一個 你不出他 或者會出他 他也不要不高興 留意一下 即是爭勝心 決心 想比賽 想踢那個肉 是的 因為你不合理 你覺得 喂 拿完賽冠軍 然後 又不是要破紀錄 那一刻 為何你不出男的托實 為何你不出奧力智 或者被拉蘭娜 踢最後一場 殺機利那些 不 拉蘭娜最後有解釋 最後來我本來想換他 但原來他有點傷 這樣吧 但你要想一下 反過來的狀況就是 就算我簽這些人回來 我簽誰回來 我要簽個肯踢後備 而且 即時是給不到政選去的 即是我這三 福禄秀這三個巨頭 我都不能動 所以 一路都可能是處於一個 他現在就在討論巴西那個 聽華斯高 二十歲 叫墨盧 那這個小朋友 我就覺得對的 即如果你問我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大家留意一下他 他那一隻 不是純射手型 他有很多 他是費明盧的朋友 他很喜歡比賽 他很喜歡比賽 很喜歡在前面 撞牆 即是偽狗 定位還是什麼 風格 不 風格 他很喜歡 甚至他不應該是費明盧 他是經常拉邊 即是他又喜歡走兩邊 然後他又撞牆 給全球 即是他自己 即是搶扭動性 是的 即是他的可爽性很高 即是你可能前面三格 他都可以打到 那這些可能是適合的 因為他來到實金圓打後備 不會立即跟你說 搶一個正選位置來踢 即是自己都知道自己 在球隊的地位 是的 剛剛說 Row Damon說得很對 那個叫墨盧 就是這個 即是他的踢法 就是三格都可以 而且他有身高 但他很瘦削 他六尺二 但當然 大家不用擔心 如果他肯練 來到歐洲 那些練 你看尼瑪 你看雲尼斯奧斯 都練得很健碩 現在的教練團隊都很厲害 即是幕後的教練 組軍的班底 體能教練 sport science head performance analysis 表現分析 數據分析 評估身體狀況 很厲害 Daman Yu說 不用他們操心 Daman Yu說 他說 新組和夏培斯 又怎會不合你 用不肯出錢 其實 問題是 你阿浦 是不會拿一億 出來買一個球員 你又不用展望 我又覺得 再加上今年 大家都知道 停擺之後 經濟受影響 更加不會這樣做 當然 對於一支球隊來說 這兩年 拿到四個重要冠軍 聯賽冠軍又重奪了 我又覺得 又不是去大改呢 未必是大改 有一件事是真的 好像最近 他現在有一個 大家罵了很久了 左站 麻煩你幫羅伯臣找個替補 他現在正在找的 都傳了這個位置 是比較多 路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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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馬爾 李維斯 李維斯 是的 他是年輕的 也知道 他的地位 二人那句 他知道 一來都不會說 好公毫軟 欠個勝選 他都知道 沒有可能的事 這些就對了 又有潛質 又不是貴 又不是貴 對了 所以反而 其實我似乎現在 倒不如將現在很成功的架構 那些人大部分都逐弱 但是最重要就是個別位置 你找一些正確的替補人選 也都 他可以就是說 就是肯打後備 我只能夠說 是 那是 差不多了 李維斯 斯芬芳說 文尼會不會叫到去黃巴 我又得兩體了 之前都傳過 其實我覺得 反過來 文尼剛剛打黃馬 首先肯定不對 我自己覺得 他的踢法 不適合黃馬的球 第二 他整個人的風格 勾套又不適合佩雷斯的口味 他又賣不到球衣 又不英俊 又不是那些… 是的 老闆完全不適合你 即是沒有聲味 如果當年 好像十幾年前 馬基尼就不會離開了 或者什麼金比下數之後 不是 馬基尼當然就是一個民利 對於這個人 即是簡敵而已 現在 哇 傻的 兩萬磅周身 都不給他 黃馬 是因為他也賣不到球衣 大哥 大哥 價值不在這裡 大哥 不適合球 你只能夠說 不適合球會的風氣 或者貴氣 怎樣演出 我覺得文尼基會很明白 一來賣得給你 又不會便宜 第二 黃馬大家都不對 那個氣質不對 我覺得 講真之前傳過 近期沒有消息 其實已經放棄了 說真的 那個位置 我又覺得 黃馬已經找過很多人 你想想 你都數到 幾個巴西球員 是吧 那這個位置不會再簽了 不會再簽了 這樣即食的球員 Jacky CH3條1說得對 只有麥巴比 符合條件 對了 因為 你看到第一個 身價問題 能力問題 再加上他是法國人 法國仔 就是對的 如果是私隱教 再加上 他是當紅炸子 即是被認為是 繼阿施朗和美斯之後 最有機會拿金球獎的球員 那這個也都合情合理 我覺得 我在說黃馬 即是說黃馬 你講開 我覺得也是 是啊 是啊 9月12日英超新球季 是的 那到時再 我們再看 那我覺得 你不一定會買人 問題就是 買什麼人 我覺得始終 後備左閘 一定要買一個半個 還有很長時間的 主會市場 雖然球季 好像剛剛叫完結 不久 但是主會市場 都會延長到 好像是10月頭 所以其實還有 兩個月時間 那我們今天 大部分都說了歐冠 歐霸說些 歐霸說些 歐霸要八強 歐霸 我想現在曼聯 是比較大熱 如果要看走線 抽籤 各方面 曼聯是 好像是 擺明是 那條線 其實本身之前抽到 因為對著 零詩之前 本身都已經知道 如果過了這一關 之後會對 哥本哈根 和巴薩克 輸氣 無論對哪一隊 大家都會覺得 排面上 曼聯應該要過關 不過現在的變數 當然就是 始終去到八強 全部都是一場過 所以有一個很大的 小小的 隱憂就是 如果面對球隊的作風 譬如哥本哈根 已經正正就是最好的例子了 因為哥本哈根本身 很冒實的一隊球隊 就是攻守上面 進攻他們未必很華麗 但是又陣中有很多實幹的球員 那麼 防守上面一定就會 先球穩守 所以如果真的在90分鐘 可以守得住 如果不輸給曼聯 比賽進入加時 其實就 變數就會來得更加大 其實歐冠 歐冠也是 歐冠到八強都是一場過 所以今年的特別之處 就在於這裏 但我覺得不擔心 如果你說軍庸 那方面 當然了 一定要過關的 我自己覺得真的 下半季 曼聯 被蘇斯卡查 死連 做一套 並且人選 加上 有菲林迪斯尼 之後 曼聯整體 中前場 尤其是中場的發揮 好很多 一個中場 打生了 清目 隔年活 另外 清目 有些人叫他 加尼活 另外馬西歐 拉斯福 幾個都合適 普巴也好 所以不是馬歐炮 我記得我之前的節目 他在加盟前 我都說這個球員適合 是適合曼聯 他有射程 有一定的技術 有分球 犯犯有 有鬥心 而且很有鬥心 曼聯當然是歐霸 剩下這八支球隊之中的大熱門 如果你問我其他 歐霸 我們這裡有跟進 另一支 我覺得表現是很有說服力的 不知道肥嫂是否不同意 我又覺得是西維爾 你跟我想的一樣 還有關鍵就是西維爾 歐霸杯是他的杯 西維爾杯 因為西維爾 我想說一點 不知道肥嫂是否不同意 今年其實對球 你看過聯賽 他就拿回第四 你就以為 其實西維爾 每年都是 可能欠四至六名 歐霸資格 會獲得 歐冠的下屆 拿不到歐冠資格 就可能看看 其他主要競爭的對手 會不會失準 但是其實 早十年八年的西維爾 他們的進攻風暴 是比現在西維爾更加強 兩翼側擊的侵略性是更加強 厲害很多 但是現在 今年盧比迪古執掌之後 我就看到有一件事 他是很明顯改造了 對球進攻 依然都保持得到 可能全勝時期 十幾年前是八成這樣 但是有一件事他注重了 就是他著重了攻守平衡 特別是中場中的配置 很多很冒失的球員 李魯有記 費蘭道 然後西維爾中場 總安佐敦 然後曾經去過中超 穩食的古迪跡 或者奧尼華拓利斯 這些球員 你不期望他一季 好像以往 拉傑迪 或者佩洛提的後賞 很多入球 但是作風無實 這些球員 就很適合現在 即現今中場中的要求 即攻守平衡 速率 運轉 大局官 各方面 所以你看到西維爾 今年我覺得 他們的進步 沒有以前 這麼大起大落 這麼反覆 一提就贏你 要不然贏不到 輸了就算了 很著重攻守平衡 我就很欣賞這個 沒錯 你說得很對 因為他今年其中幾樣的成功 我首先覺得 在奈華斯的轉型 他是成功的古迪跡 他由一個右翼鋒 或者右前場的球員 變成右後衛 另外迪亞古卡路士 是一個巴西的中間 打得挺好的 這個人 入到國迪嗎 我告訴大家 這個在巴西的輿論 都是下一批入國迪的人 會試的人 因為這個人 有點像什麼 像誰 即是有些 他踢法有點骯髒 有點狡猾 有點狡猾 但是他又不是特別貌 你留意一下他 聲明 我很記得他 我最深刻的是他 那一場對巴賽 其實那一場也打得很好的 這個人 他又會記錄你 又未必是完全技術地記錄你 他真的有些超技術 拔一下你 踢一下你 踢一下你 小動作 前場 你講得很對的 就是奧金堡斯 今天打得很好 我覺得奧金堡斯 是前場 如果西維爾 我選一個奧金堡斯 是最好的一個 其實我有點猜不到 我真的猜不到 我也猜不到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耳甲 那時候他在耳甲 無論是效力熱冷 還是之後去A-C萬 也好 我不覺得這個進攻球員 是盆流很突出嗎 腳法很細 但他很適合 他很適合 但原來西維爾 在盧比迪古揮下 他那個上上落落 還有他那個後上入攝 斜咳 放在左翼右 放在右翼右 那表現是很搶眼 以及在進攻的參與 那個作用是很大 是的 所以你和我的看法一樣 就是今次的歐巴杯 其實我想現在你八隊 我兩至三隊 一定是萬聯 國米和西維爾 排面上也是 因為歐巴有很多不同國家的球隊 都進入了 例如沙特達 烏克蘭的球隊 巴塑利 瑞士的球隊 各部有加丹麥的球隊 都是幾百花齊角的 Diawell說清目 日本名字不是 有些球不是很少 不是清目 是六幕 他叫做清目 他叫做清目 當然 歐巴杯說到這裏 我們就說少少少中超 或者廣超那裏 中超現在的踢 都是三日三至四日一場 如果你看了三輪之後 就很清楚了 兩個賽區 其實很簡單 就是那句 當這樣的賽程的時候 球隊的板等深度 是很重要的 因為還有一件事 恆大也很聰明 我覺得阿加華奴都學到 現在不一定要長面 因為又不是在球迷面前 又不是在天河 我宿主後面慢慢跟你踢 你就過來 我給你過來 你過來 然後最重要的是 當打反擊三四個球員的時候 保連盧 韋世豪 楊立如 楊立如 很華麗的場面 控球 一定要什麼 長長要三四球 他不一定要這樣 現在這個賽程 這個踢法 是很… 經濟也很適合的 其實是適合的 你留意到幾支球隊 那些弱點的球隊 你看到他 可能頭一兩場打得多好 甚至他可能頭六分鐘打得很好 但後段打得差 銀力不夠 板凳深度不夠 難道你長長打正選嗎 其實很簡單 去計算 對面控球 如果他穿上來的時候 恆大有這些反擊旗子 反過來 一個快攻 刺你一刀 所以恆大 我自己覺得 大家不需要擔心 他出線就肯定了 每邊出四隊 反而我覺得今年 如果你看到頭三輪 香港和廣州行大是最對版的 兩隊都是最對版的 賓國安都可以的 近年賓國安都是頭三四支球隊 山東老林始終都是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領隊李蕭鵬 還是臨場調動 或者佈置不太行 單調一點 單調 還有獨孤一兩尾 你都說得出 我都說得出 我都說得出來了 然後勾高球隊上去 這樣 沒有了 完了 即是這麼簡單 以前可能大家領隊 或者足球的技戰術 沒有這麼多樣化的時候 這些簡單就事不可能 一場半場就讓你入三球 但你不是場場可以 或者不是對對都沒有一些好的中堅 但是問題就是 今年的焦點下了香港球員陳俊諾身上 你覺得陳俊諾是怎樣的 我看足夠的 因為現在是支持香港人 陳俊諾呢 我有一點點意外 暫時他的定位 和他在香港代表隊 或者之前在香港球隊踢的時候 有些不同 現在的陳俊諾呢 在進攻上是多了押前 即是輔助以色列的射手 薩哈維或者是沙西域 即是在射手身後的位置 多了一些後上的攻門 或者是去做一些串連的工作 就比較少了在中後場做了掃蕩 或者是一些攔截 做了一些操從事 轉型對於他來說是要適應的 但是因為廣州富力 現在的情況都很不低 但我的問題就是來了 廣州富力 雲邦賀斯今年有一個很重要的主張 就是將舊友的抹走 所以給很多年輕球員 或者一些新球員的機會 其實這是一個好事 但是問題又來了 在某些位置上 例如剛才說的中場 我覺得阿樂仔最大的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他的轉型得來 是沒有人能幫到他 協助到他 協助到他 協助到他的意思就是 單比利第一年已經大了 你要他上落 你不是在踢二次的單比利 你不是那時候的 好,其二 富力呢 而現在的西偉沒有了薩巴的幫手 似乎他有差點 如果呢 我想有薩巴在做一個專心人線 然後阿樂仔又可以做多些跑動 他稍稍退後一點 因為其實阿樂仔 你見他本身始終都不是一個 我覺得陳俊駱反而倒後一格 打中場最後 然後呢 中前場呢 玩手出薩巴 或者甚至 因為薩巴其實是持歸隊 但是問題是 陳志超可以多些用 因為現在問題是 在中場能夠用球 用得好的球員不多 在富力 還有後襟的能力 又幫不了西偉 即是你變了有時候 只是靠西偉一個 就是 很辛苦 不是,只有他有威脅 其他沒有威脅的 大哥 那你糟了 那你後上能力怎樣呢 入球怎樣呢 沒有了 那你防守 不要說了 防守 其實 防守到今天 防守差到今天還是差的 這個再另一個課題 但問題是中場呢 我覺得陳俊駱機會是OK的 但是問題是 還有一個關鍵所做 不知道阿維有否留意 或者其他球員有否留意 其實一件事 不可爭辯的事實 就是陳俊駱的 迫力跟不上 意思是 因為你香港聯賽 之前打的球 那個強度 你說怎樣都 跟中超都有一個差距 節奏是偏慢的 不過其實這三場 我對於他 當然每天的期望值 可能有點不同 以我想像中 其實他的發揮 已經是 可以接受的 我也覺得可以接受 我不是說 我現在的問題是 我覺得其他隊友幫得他不好 你剛才說 如果踢那個位 可能是 譬如張公那個位 或者墮後一格 去做多些 跑動一些 操重功夫的工作 就可能是 比較刺激他 本身在黨隊 或者之前在香港聯合廳 進攻的 可能會交給一些 比較 懂得排排 我覺得他很辛苦 他又要回頭幫忙 然後上前 他又要撞場 入禁區 我覺得你負力這樣 不是說 這個問題是 太辛苦 而且現在 你要考慮到 第一個 強度不同 比賽 第二個問題 就是 你現在的賽程 三四日一場 對他的樂者來說很辛苦 因為我之前 大家記得 我和吳韋超 談過香港球員 上去適應的問題 他說其實 很簡單 有一些真的 體能的負荷 和那個 你說偶爾 好像當年 傻邦上去打水廠 即是廣州日之傳的時候 一場、兩場、三場都頂到 第四場是頂不到 頂不到的意思是會傷患 即是你的強度太厲害了 以及操練 不是 操練的問題 但是你那個強度 你突然加重了強度 然後頻率又墜了的時候 你熬不到 你熬了三、四場又傷 熬了一會兒又傷 不過我始終都覺得 引起了 起碼上陣 你見雲邦何思 不是好事 以前的 開梨前的熱身賽 我們都看到端藝的跡象 就是會縱容他 你問這個問題 我更加要回答你 戴衛進 我首先說一句 我們從來都是說 他踢球場上的表現 如果你問我 戴衛進是三場 有兩場打得正選 是 其實戴衛進 老實說戴衛進 是對踢的 其實正是對踢中超 他踢現在深圳是不錯的 還有一個問題 我問過深圳方面的輿論 就是那些朋友 就說 鄧立東尼對他的評價是不錯的 大家都知道 他早前接受了訪問 戴衛進就說很想入過一隊 他只是說 鄧立東尼看好他未來入中超過一隊 戴衛進的角色 跟陳俊樂很不同 如果你選擇 要用數字去分配 戴衛進就是六號位 陳俊樂就是八號位 戴衛進是比較深的 還有你看到 鄧立東尼這幾場對他的調教 可能是中後場 防線前面的屏障 當然他不是一個純截擊型的防守中場 他也有一定的派牌能力 有一定中後場的調教 還有他不斷處理死球 第一週說高林搞烏龍波 他是去斬的 他很多時候調炮 所以這就是他跟樂仔的功能上的不同之處 但是如果我根據他的表現 甚至他的輿論 其實戴衛進就算是心製的輿論 都覺得他適合中超 沒問題 但我覺得樂仔都可以的 在廣州方面對他的評價都可以的 我自己都滿意他們兩位球員 在季初這兩三場發揮 我覺得已經可以了 即是慢慢適應 或者已經站穩一腳 好了 到節目最後 先問阿維 怎樣 港超怎樣 復賽 有沒有期 沒有期 沒有期 沒有期但不行 不行 你看一下 如果亞冠的要求 其實香港球隊 下年的制度來算 他們是有機會踢亞冠輝套賽的 是 但是你完賽不開 那麼你還要嗎 因為現在的情況 今天是 記得剛才你說 8月8日 本身呢 定了就是8月22日 但是現在 我們大家都知道 沒有可能是8月22日 但是 我又覺得有一個問題很簡單 全世界 沒有觀眾都可以的 人家全部都已經踢完聯賽 下一季都開了 那麼為什麼 香港不可以閉門 為什麼不可以閉門踢呢 不知道 因為之前 譬如張光學訓練中心那裡 到底搞成怎樣 可不可以再用張光學訓練中心那裡搞呢 那或者就是 為什麼旺角祥不可以 旺角祥不可以閉門踢了他嗎 這個也是留下 我覺得全世界有這麼多案例 中超都在踢 歐洲都踢了 南美都踢了 現在巴甲今晚都開了 是啊 其實基本上全世界你都看到 那已經過了 要適應的時間 那幾個月已經過了 為什麼不可以開呢 不知道 這個你知道 政策的事情 政府的事情 有時候都未必是一個派對 可以談得到的 我絕對明白 大問題就是 你祝總一定要站出來 要說這件事 要為足球界爭取 長了下去也不是辦法的 但是我現在看到 真的很大機會 這一季腰斬大 但其實如果你腰斬 早就應該斬釘截鐵還是腰斬 如果你覺得要走到這一步 要不像法甲和何甲一樣 腰斬了 開新球櫃 是的 早點了 你現在蘇超開新球櫃 腰斬了上街 所以現在是很兩難 你又 腰斬又會覺得太淺 那什麼 踢到2046 足球小將 那些2002 踢到2020 都沒有踢到2002 還有 還有 還說希望在球季上 接回亞洲的統一年度制 而不是跨年制 所以難道下季 但是2020年至21球季 又說是11月 今年11月開 那你也要有 如果當作亞冠 即是亞冠 下年或者叫做亞足協 你也要交代亞足協 告訴你 今年我們的聯賽產生 我們冠軍 我們有一個淘汰 我們最終不是積分 我們就這六支球隊 最後可以打一個單巡環 打完 有的 有的 很多聯賽都在做 就是 荷蘭也是 對 我就打完 我起碼撐爭的代表出來 我不知道 香港中華總會 能否參照這些例證 或者有沒有研究過相關的案例 總之 我覺得 行動就非常緩慢 當然緩慢 現在8月多了 怎麼辦 中超也很緩慢 但是中超已經踢了三輪了 你知道今早我看 歐冠 歐冠 現在去到淘汰賽的階段 第一圈外圍賽已經在打 香港在下屆 2020-2021球櫃 不是 CW 我最後回答你 拖太久反而沒有吸引力 其實不拖太久也沒有吸引力 但問題是 你也要有個交代 完結球櫃 一定開個新球櫃 然後你下年的代表 哪一隊有機會參加資格 各方面都要交代 現在 是啊 另外 Mac Trump就說 學MLS這樣搞 MLS我近期也有看 美國回歸杯 那個賽制 搞個MLS 分組賽 他的成績就帶入聯賽積分榜 然後整個閉門作賽 在同一個場地搞個主賽圈 得出一個冠軍 其實也很成功 別人在佛羅里達也會這樣打 NBA也會這樣打 為什麼不可以打 我都不明白 我真的搞不明白 我為什麼不挫會 就是不行 不過有時候都不知 哪個被哪個牽制 又不知哪個 哪個主事權 又不知到底內裡的人士 有多大的慾望去處理這件事 這些我們不談論 免得談論 說你浪費口水 好了 今集多謝大家收睇 接下來 當然我會繼續 希望是 好的器材 好的配套 還有好的嘉賓拍檔 做一下 大一點的沙發 現在也夠大 大哥還不夠大 你想多大 我也不夠大 我胖了 好像你的身形那時候 搞錯 你還不夠大 你這麼瘦 好了 記得多謝大家收睇 下次再公布的節目時間 再見 拜拜